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黑帮集团作恶多端欺负弱小 被反抗的人狠狠地恶整一段大快人心的复仇故事 故事正式拉开序幕 眼睛所见并非全是真实 什么是真,什么又是假 亚当和夏娃真的彼此相爱吗? 演艺圈的恩爱夫妻党真的不是为生意而作戏吗? 真的有所谓的命运红线吗? 只有爱才知道真想 欢迎来到信用欺诈师的时机 极客眉毛、身材和智慧与一身的曼妙女子达子 年纪轻轻,依然成为欺诈剑的大人物 时常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做事 专门对付那些欺负弱小、做恶夺端的坏人 正在拿着望远镜偷看妹子的这位 正是他合作多年的好友理查德 还有这位假扮英雄的小少爷 和达子是从小长大的好玩伴 两个人的关系模模糊糊 谁也不说透 之前他们合伙一起诈骗了黑帮集团老大20个亿 这件事令老大吃星容器也非常的恼火 为了挽回自己作为老大的脸面 暗中找人要狠狠地报复达子他们 吃星那件事过后 达子他们已经闲着了很久 而达子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小鱼他嫌小 大鱼又找不到 正在发愁之际 他看到电视上一位超级富豪兵姬流澜 根据官方给出的信息 他的个人资产高达千亿 由于他的企业过分压榨 引起了员工的极度不满 有钱人并且还是一个坏家伙 有了这两点 达子的兴趣突然激起 迷之一笑 大鱼总算找到了 这一天 莫奈子说男友分手要把狗子送人 原本价值100万日元 现在只需要给10万日元就可以领养 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把戏 达子早就玩烂了 他并不介意被欺骗 而且感到很高兴 对付兵姬计划正好缺人手 于是乎将他收入自己的门下 当做了弟子 同时再次召集了休假的理查德和小少爷 兵姬计划正式启动 兵姬流澜是一名富豪女儿 父亲此后 他继承了庞大的家业 利用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疯狂敛财 家里餐的宝物数不胜数 最为出名的就是名为子钻的超级大钻石 传说这是权势者都梦寐以求的宝物 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可谓是无价值宝 十年之前 他和同为富豪贵公子的孔海东联姻 之后知道对方没有商业才能 便离婚了 自此再也没有传出他恋爱的消息 他所居住的地方 全天候武装保护 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他的豪宅 网络上根本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照片 同时鉴于他的无耻敛财行为 网友们给他画了很多抽象画用来丑画 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 首先找到一家独眼大神的路边摊美餐一顿 搭子不愧是一名热爱美食的狂热粉丝 当下想要得到关于兵机的信息 只能够通过他的前妇孔海东 传言他们离婚之后 孔海东脱离了财阀 在街头隐姓埋名 过起了平凡人的生活 经过小少爷多放打听 终于找到在打麻将的孔海东 碰巧的是他现在似乎很需要钱 只要给他钱 便说出来很多关于兵机的秘密信息 还将自己偷拍的背影照片送给了小少爷 据他了解 兵机12岁之前都是在日本长大的 后来才成为家族继承人 全身心投入到事业当中 他还有一个专属的生意算命师 不过最近有人发现算命师沉湿水中 现在这个位子空了下来 那么搭子的机会也就到来了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演戏骗人 搭子师徒两个人加班成算命师 在赛马场精准赌马 用来诱惑兵机 作用确实起到了 他们下注的马全部命中 一时间引起了兵机的注意 搭子他们才不是一份神人 能够猜中全靠钱包 将所有的马都下注 当然肯定能够猜对 练别时他还提醒兵机 今天绿色很晦气 一定要小心 果不其然 兵机的车队遭到绿色衣服骑手的碰撞 而这个绿色骑手 当然也是小少爷扮演的 兵机已经上钩 中了他们的圈套 下一步就是慢慢夺得他的信任感 搭子伪装成神族的后人姐妹两个 可以看到未来和过去 通晓阴阳 易经 九星 面相 风水 用来占卜 不过搭子由于失去了处子之身 神力已经消失 好在妹妹莫奈斯的神力还在 很快兵机安排了见面 对于搭子他们的谎话连篇 兵机丝毫不为之所动 他早已派了专家调查得很清楚 而这位专家 就是搭子的天敌 杰西 搭子一生纵横 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 直到杰西的出现 不仅将他的感情 身体欺骗 连带他战无不胜的荣耀 一起夺走 这些在搭子看来 丝毫不在意 他更在意的是 无法忘记和杰西 一起快乐的时光 杰西这个人 在他心中无法忘记 将他命名为明星的矮城 有时候还会在深夜 因为思念而流泪 杰西的重心出现 令他非常震惊 他声称 搭子只是骗人的神棍 并没有说出他是欺诈大师 紧接着 搭子将杰西的个人信息 说了出来 包括他复布多年前的伤疤 这些信息都是准确的 杰西并没有做得很过分 帮他们圆了算命师的谎 搭子不仅得到兵机的信任 杰西同时也得到信任 帮助搭子不是免费的 他想一起联手 从兵机那里骗取宝物 搭子没有拒绝他 也没有答应 他有着自己的计划 首先谎称 黄色的虫子 让理查德和小少爷 伪装成卖宝石的贩子 找到宝石造假大师 打磨假的 故弄兵机 可是费了一大堆功夫 兵机并不感兴趣 紧接着被装成开发商 可惜还是失败了 接连脸色的失败 让达子的自信心受挫 他不知道 兵机到底对什么感兴趣 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 看来只能找那个他 杰西 杰西直言 兵机对达子的诱饵 根本没有兴趣 他真正需要的是爱情的甜蜜 这道菜正好符合杰西的口味 他自答道 连达子这座冰山 他都能够供货 更别提什么兵机了 都是小事情而已 确实 杰西的主要之业 就是渣男 感情骗子 通过欺骗女人的感情 来骗取钱财 他和达子只是正常的工作 没有动真感情 只有达子自己身陷漩涡 拔不出来 他教导达子 不要只困于表面的现象 那样会错失事物的真正核心 重点在于 多了解对方有多深 这可是作为欺诈时的基础 另走时 他留下一点线索 兵机当年老师的地址 从老师口中得知 兵机很小的时候 很期待爱情到来 尤其是像罗马假日一样的 命运之恋 可是12岁的时候 他的后背严重受伤 从此心里开始自卑 不敢让丈夫看到伤疤 成为医生的心理阴影 之后更是遭到父亲的暴力教育 让他成为财阀继承人 逐渐的兵机由纯真的少女 变成如今的冰山 杰西在他们之前 已经得到这些信息 所以他知道 兵机真正需要的不是钱 而是纯粹的爱恋 早在达子计划之前 就已经开始行动 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制造了各种偶遇 和他共度浪漫的事情 激发起兵机沉睡多年的少女心 慢慢地博得了兵机的爱慕之情 但是兵机面对自己的伤痕 始终放不开 直接导致杰西的计划停止不前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再次求助达子的帮助 他答应将得到的财富平分 他的心里也深爱着达子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 把一个包裹交到他的手上 等待他的回复 其实杰西攻破不了兵机 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兵机心里藏着一个人 一个让他深爱 无法忘记的回忆 12岁时 他在宴婚上遇到让他心动的男孩 只不过这个人比他大很多 直到成年 依旧无法忘记他的容颜 这个男人就是他的前夫孔海东 两个人虽然成功结婚 但是孔海东对生意不感兴趣 在父亲的强势逼迫之下 两个人离婚了 兵机很后悔 当初做了错误的决定 应该和孔海东一起为爱情浪迹天涯 听完所有关于兵机的故事 大家再也没有兴趣诈骗他的钱 团队本身就是为了惩奸除恶 打击坏人而存在的 兵机如此可怜的少女 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 大家商量之后 一致决定帮他找回爱情 擅自决定写了两封信 一封给兵机 一封给孔海东 收到信的兵机很憧憬 期待这么久总算有了回音 还要放弃现在的一切 追随心中的爱 和他私奔 共度一生 好好的诈骗 演变成现在爱情剧 达子心里五味俱全 晚上他打开节线给他包裹 发现里面是一把手枪 第二天 兵机如约来到机场 等了很久 他没有看到孔海东的身影 当找到他时 他正在花天酒地 还说 怎么会和兵机死本 谁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 兵机将这一切听到心里 心如死灰 悲伤的一个人转身离开 此时的杰西等待了很久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兵机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人的安慰 他激动的跑向了杰西 却被突然出现打子挡住 他声称杰西是自己的 谁都不能抢走 一枪射向了兵机 兵机没有倒下 子弹被杰西挡住 混乱之中 杰西送往医院 并静静静地握着他的手 时刻不离 他决定要和眼前这个男子 共睹一生 不管世俗的眼光 为了爱抛弃一切 他以为自己的悲凉人生 终于可以画上句号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 杰西消失不见了 连内所医院都是假的 他脖子上紫钻也消失不见 可怜他还是中计了 打子和杰西联手把他坑了 中枪是假的 从给两个人血腥开始 便计划好了 孔凯东收到信 确实打算私奔的 不过也是为了钱 他可以从兵机那里得到几百亿 为了不让他去 杰西给了他三十亿现金 才达到目的 不光兵机被骗 理查德和小少爷都被骗了 达子和杰西两个人 打算双送双飞 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理查德意外发现 书上写着一个地址 以为是达子留下的 便紧急前往机场 比起理查德他们 小少爷更加的伤心 他早已喜欢上达子 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 现在他大声地告诉达子 他喜欢他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达子喜欢杰西 当打开飞机的门 他们居然发现 是赤星熔剑 紧接着一群黑衣人包围了他们 这一切计划 都是杰西和赤星规划的 杰西就是他找的复仇者 书上写的地址 也是杰西故意留下的 就是为了聚集他们 一举歼灭 达子的小徒弟 莫奈斯也是杰西的手下 故意引达子长狗 说他当作土地 团队的一举一动 都在掌握之中 给空海东的三十亿 是赤星熔剑的 相对于紫钻来说 那三十亿不足挂齿 赤星终于可以报仇血恨 狠狠地羞辱达子他们 关键时刻 兵姬带着人及时赶到 双方的二枪四目相对 谁也不肯第一个低头 毕竟是在兵姬的地盘上 赤星再厉害 也压不过低头蛇 于是带着紫钻紧急逃跑 留下的达子他们 被兵姬抓了起来 回到东京的赤星 非常得意 不仅报了仇 还赚了一大笔 换谁都要笑得乐开了花 开心总是短暂的 鉴定专家告诉他 你这个玩意儿是假的 你被人忽悠了 你这个山炮 他慌着地前往兵姬的住所 可是早已人去楼空 没有一个鬼影 这里是兵姬的住所 你是真的傻 兵姬的房子在对面呢 空海东打麻将的地方 早就跑没影了 他们两个傻瓜 再次被人耍了 事情要从最开始说起 无聊的达子 找不到大鱼而发愁 他和自己的小伙伴打电话 没成像小伙伴被杰西骗了三千万 气得已经卧病不起 争抽找不到目标 竟然有人主动送上门 达子决定 狠狠地坑爱情欺诈师杰西一下 从他手上炸出三十个亿 显然他并没有那么多钱 正巧 赤星正在找人报复达子 不如顺水退州 把杰西介绍给赤星 一下子可以把两个人好好整治下 更巧的是 赤星要称霸亚洲 兵姬正好是他的对手 他们早就知道摸乃子是简喜 没有拆穿他 还利用上派上大用场 让杰西相信达子他们上钩 制造了假情报 鸿海东是理查德假扮的 最为重要的 兵姬也是假扮的 他就是达子口中的明星 如此机密的部署 再加上优秀的演技 赤星和杰西两个人被耍得团团转 连莫奈斯都被达子收容 成为真正的弟子 达子还不忘协信弃赤星 如果你再有钱嫌多 可以找我 我可以帮你排毒治疗 达子亲笔 此算如此的逼人 当然离不开造假大师的抢功 而他就是当年凌兰高修的扛把子 龙谷原志 可能是老年中落 放弃扛把子做起了造假生意 最后真正的兵姬 就是餐馆的独眼大神 那颗紫钻就藏在他的右眼 记忆本上没有人可以偷得走 也没有人会相信 一个超级富豪 卖包子扫大街 总之电影归电影 现实中不能做造假骗人的事情 和谐社会需要大家一起创造和维护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行骗天下浪漫》片 是一部非常搞笑反转的电影 最为吸引我的孩子 长泽亚美的延迟 剧情的话也是很棒的 非常值得仔细观赏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